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幸人间 坐着宜山老祖练就了一身功夫 16年前 师姐还没死 舅舅江城每日与她打闹 玩乐 两个人从小一块练武 一同在莲花屋长大 献献是孤儿 江丰眠把一切的爱 毫无保留地给了爱徒 江城很反感 肖战娱乐圈里受黑子刁难 折磨恐吓四个月最长的一人 陈琴丽里献献有兰二哥 现实生活肖战就是不显山不显水的性格 注定伤痛淋漓了 成年人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 即使是千疮百孔 也要迎难而上 四个月 黑子没有觉得自己的方式有多么的恶毒 为了钱 为了好生活 宁愿诋毁一个正能量的少年 如果说227事件是噩耗的开端 那么427 肖战站出来为何老子发声 继续走向高潮 事态严峻之下 小战用单薄的肩膀守护着心底的道义 可恨 恶人 没咬树 古语有云 清贤臣 远小人 他的价值观 荣誉观被一次次的攻击改变 逆天而行 独自抗下 好事多么 坏事行千里 那些作恶多端的坏蛋 不重视法律 每天的乐事就是祈祷小战狐 在精神学来讲 这是一种病 见不得别人好 别人稍微一点的上进 就阻挡了他们世界的光明 想办法去毁灭别人 爱莫能助 所有人弃之而去 肖战温讯的抵挡着每一道伤 刺骨的感受着黑暗角落的仇怨 那些暴雨前的冷漠 终于嚣张崛起 无边桃源再次对小战攻击 627自从被肖战的工作室维权 再度出击 又是场调研数据整一年 让小战陷入到了沉痛生涯 断送星途 这样心怀怨恨的人 怎么能够在世界活着 抛开负能量 我们拒绝悲剧发生的时候 好事也在慢慢到来 比如说余线公益 橙子视频 百万播放上热搜 开小灶在小战艰难的时候 坚持用它做代言人 充分证明了小战的商业能力 近日有一则好消息爆了 不是假的 这次是真的 小飞侠们看到了为偶像欢呼 再获认可 志愿者联盟官方发表了采访文字 粉丝 志愿者联盟科技发布了 肖战采访文字版 内容简洁 采访站站做公益的初衷 7月4号刚发就受到了关注 己所不欲 务失于人 伤人的事情太多了 消灭怨恨不会很短 小飞侠与黑粉之间 似乎是恩怨难辨 各有各的苦衷 在志愿者联盟发出的新闻稿 我们注意到 小战的同款T恤已经受空了 足以证明自身的魅力 诸人为乐是一种光芒 也是为社会洒的一滴阳光 尊重每一个生命 爱护每一个孩子 近期肖战的公益事件 不难发现 他为山区的孩子 为弱势的群体 寻找帮忙 用自身的力量 改善现状 每次活动自愿前行 哪一个明星有这样的情怀呢 少一点伤害 多一丝体贴 肖战也是平凡人 他只是想要在平凡的生活 续写梦想 闲杂之人不懂得别插话 人是沧桑 半是孤独 用奋动的精神打败弱者 采访里我们看到了五个问题 肖战一直都在 为社会奉献爱心 人情事故有多险恶 道德价值被污蔑 把人引入到了错误的价值观 我想227事件涌现出了 不少出卖个人利益 教唆家人 黑肖战的人 只因诱惑 掉进了犯罪的深渊 想想都可怕 作为青年的榜样 就零后的飙兵 关爱自闭症孩子 从细节分析 一位心存感恩 不忘初心的男孩 始终如一的在做好事 云雾缭绕 山水重叠 雾气朦胧的人间 多了一层薄雾 农云冷罩的周围 每个人都像在山火里的星火 云云众生 云沾染在多次被认可之后 重出江湖 关注肖战的朋友 近期的心情可能非常素杂 到处都是抵制肖战的文章评论 让网络世界真假难辨 近期程清风和汪海林海蚁 最令人失望为称号 给肖战颁上了金噪道奖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爆裂风车事件刚刚有所平息 这一次又出来了无边桃檐 究竟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他们以网络暴力为幌子 意图想要光明正大的散布肖战的虚假信息 与正能量偶像为敌 真的是妄想 肖战律师给予了无边桃檐法律援助 却惨遭到无情回绝 真的是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啊 这也证明了 无边桃檐没有真正的被网络暴力 事情也并不是只有他说的那么简单 如今的问题 不仅仅只是网络上逗逗嘴那么简单了 已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君子爱财还要取之有道 希望不要因为某些利益 而出卖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此件事情啊 人在继续发酵当中 胜负早已成定局 我们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眼神 反而还便宜了职黑们 还不如认真的打榜 跟随偶像做公益来得更加实在一些 最后希望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真的被网络暴力了 那么请收集证据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 相信正义会站在你这边的 千万不要学无边桃檐那一类人 一味的在网络上掀起舆论攻击无辜的人 可耻 下面为大家带来 肖战近况成绩汇总 新一期的星云人气榜周榜公开 肖战重新演绎的经典红歌 红眉赞再次获得了周榜Top1 据悉改单曲总计获得 19次日榜冠军和17次的周榜冠军 在榜79天 歌曲人气质18个小时播放量破亿 目前已经累计破到2.7亿了 还在持续增长当中 创平台多项记录 有粉丝表示 自己每天早晨起床 都要听一遍红眉赞 因为歌曲会给予自己一天的动力 然后抖擞精神去上班 明星超化排行榜 新一期的榜单公开 肖战继续登顶 2020年第26期榜单Top1的好成绩 并且达成了该榜单的11连贯 肖战还荣获到了明星权力榜 华语男演员No.1 实现了12周连贯 人气月榜总榜3连贯 华语男演员榜4连贯 不仅如此 肖战继续霸榜百度百科 百度明星总榜和内地男明星双榜 融获到14连贯的战绩 肖战的带播剧也多次蝉联 德塔文 景气榜第一名 爱曼粉丝 活跃粉丝 数月4榜连贯 肖战4月的战绩非常豪华 希望7月也能够对肖战好一点 肖战和小飞侠们真的都很棒 尤其是粉丝们 肖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 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人是分不开的 给你们按个棒 俗话说 心有良田跟不尽 善为至宝用无穷 肖战还确定参加了人民名义的公益助农活动 让我们回归初心 跟随正能量偶像肖战 一起为公益助农事业 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吃瓜不断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